为着关怀朋友好好的学生 六云基米便宜办理幼鹰展翅公益活动 今天是担了到六云国中和成立了国中 一共七十位学生来到万东科技大学 提供操作无人机及行动交友 希望帮助学生能够透电压介 增加主信 当时也希望赚到活动 让各个多人能到点来关注 朋友的云 六云基米便宜幼鹰展翅公益活动 今天带到来自后边区 六云和清廊两间国中七十位学生 来到星期万东科技大学 天然操作无人机及行动交友 让平衡学校的学生 可以感受社会关怀 感受到自己的时压和科技抵折 年轻的小朋友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那因为社会环境 还有一些家庭背景的关系 所以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相对可能会比都会地区的一些小朋友 资源多的一些小朋友 相对比较弱势 那我们就是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炮砖引玉 把这些小朋友带出来 让他们 见识一下 需要一些资源来支持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今天 举办的活动是无人机 那么也感谢远动科大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跟设备 那其实也丰富了我们孩子的一个学习的内涵 那么开阔了我们孩子学习的视野 那刚好今天的课程 无人机跟这个食农教育 刚好也结合我们今天有国中 本位特色课程 我们的户外教育 跟创意新农贸 所以要两个课程 做了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 留意既密便宜标识 又因展示公益辅助教育 立即社会国家的好评 让活生在活动中心中 不用某种新的领域 让关怀除了在便宜 可以安心到 每个有人的感觉 期待这些话题 发展音乐 让更多人来让关注 平庸活生 记者 那肖建伟行画库 差不多